提起爱因斯坦,我想你们肯定不会陌生,公认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物理学家,广义相对论、狭义相对论、光量子理论、智能方程,这些成果随便拿出一个来都够去领一趟诺贝尔奖的。 一个世纪以来,爱因斯坦这个名字都是和物理、学术、高智商这些词语高度绑定的。 但你知道吗,爱因斯坦的小提琴和钢琴的演奏水平也一绝,闲得无聊时,他还能同各个思想大师拜托一下哲学问题。 此外,他教起大师头衔也是物理学界有口皆碑,基本哪个认识他的人都明白,我们的爱因斯坦可是个名副其实的高晴商。 今天,咱们就撇开爱因斯坦物理学家的身份,看看脱去这个头衔的他,又是一个怎样有趣的老爷爷。 小提琴可谓是爱因斯坦作为着迷的一个艺术爱好,他从六岁起便开始学着拉小提琴。 每当繁琐的工作之余,就是小提琴这位老朋友在陪伴着他,哪怕是在辗转琉璃岁月里,他也和小提琴形影不离。 身为音乐爱好者,爱因斯坦也有自己的爱道,爱因斯坦偏爱那种平和清新的音乐风格,莫扎特和巴赫就是他的偶像,尤其是莫扎特,爱因斯坦对他的音乐可以说是崇拜之极。 在一次关于相对论的演讲之后,主办方让他对这次演讲做一次总结性的发言。 谁知,爱因斯坦竟把自己亲爱的小提琴拿了上去,为大家演奏了一曲莫扎特的国典音乐。 这场面估计场上大多数听众是要满联问好了,这科学讲座怎么就突然变成音乐会了? 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用爱因斯坦的话说,物理和音乐同样是蕴藏在宇宙最深处的美,他们在内部是高度统一的,与其用语言文字来总结一下物理学的美感,不如用音乐将这种内在美讲述出来。 可你以为,这位大物理学家会拉小提琴就够了吗?爱因斯坦可以远没有这么简单。 他的钢琴演奏也达到了专业水平,有些时候他还可以从优美的琴声当中萌生出新的想法,思考相对论的那段时间,每当他遇到难解问题,便会坐到那一排黑白剑的面前,说不定灵感就从琴声中迸发出来了。 爱因斯坦还有一位自己的乐团成员,钢琴大师马克斯·普朗克,当然你也可以叫他量子理学之父普朗克,一个同样被物理学耽误的音乐天才。 每当爱因斯坦与普朗克讨论问题讨论累了的时候,二人就会拿自己的家伙来,普朗克弹钢琴,爱因斯坦在旁边用小提琴伴奏,有时候爱因斯坦也会坐到普朗克旁边和他一起演奏, 互相配合的过程中,如果爱因斯坦从音乐当中悟出了什么新想法,就会用琴弓猛敲一下琴弦,或者弹一个响亮的和弦,告诉普朗克自己又迸发出了新灵感,双方便停止演奏继续讨论。 这是什么神仙友情啊,木了木了。 除了在音乐领域的造诣,爱因斯坦平日里还有什么项具爱好呢? 咱们可以先看看这本爱因斯坦以为钟爱的通俗读物,哲学家康德的著作《纯粹理性批判》。 13岁的爱因斯坦在通读过这本书后,被书里的内容给深深迷住了,成年后的他还曾表示过自己提出相对论也受到了康德的启发。 或许可以这么说,我和爱因斯坦差距其实也不大,因为我和爱大佬都曾被纯粹理性批判迷住,只不过爱因斯坦是着迷的迷,我是一脸迷茫的迷。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插入一个题外话,总有很多粉丝问我为什么不讲音乐家和哲学家,主要是真的知识盲区了。 如果你感兴趣,可以私信给我投稿哦。 言归正传,爱因斯坦对于哲学的热爱是一辈子的,成年后的爱因斯坦就曾仔细研究了马赫和休默两位大佬的哲学思想, 而且他还曾与哲学家及大文豪泰格尔在一起掰头过哲学,聊的话题大概就是真是什么东西,美是什么东西,这一类高逼格的问题。 对于哲学这门学文,我想大多数人对它都是一种高深莫测的印象吧,毕竟这门学课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学得明白的。 虽然在某种意义上,物理学也可以算是做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但我这里所指的哲学是指在物理学范畴外,关于世界与人类的那些更为广阔的学文。 爱因斯坦对学术上的爱好绝不仅限于物理,人类的去向,生存的意义,世界的本源,这些我们看起来高端霸气上档次的话题都在他的思考范围之内。 而且,爱因斯坦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十二岁之前他曾是一个前生的信徒,但他在成年之后逐渐就远离了神的概念,开始从自然科学与逻辑当中寻求世界的本源, 一直到他的晚年,他都并不赞成人格化的神。除此之外,爱因斯坦还成为了唯物主义出版协会的名誉会员。 他这一生写过许多本关于自己世界观哲学观的书籍与文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其中有一篇文章名为《为什么要社会主义》。 文中爱因斯坦全面论述了社会主义境界的必要性,提出自己主张社会主义的理由。 是不是马上发现爱因斯坦大佬以我们的共鸣之处了呢? 爱因斯坦经常和当时一些比较有名望的人进行通信,比如说美国总统孝多罗斯福,印度的圣雄甘地,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 除此之外,爱因斯坦和其他的科学文化领域大师也是有通信交集,比如说精神分析专家弗洛伊德,拿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数学家罗素,大文豪泰戈戈尔, 爱因斯坦都曾与他们频繁通信讨论各种政治以及哲学问题。 咱们能看得出来,爱因斯坦大佬不仅仅是知识涉广泛,朋友圈也很是丰富啊。 如今爱因斯坦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了高智商的代名词,但是你能想想吗? 爱因斯坦这个人的情商已相当在线。 你还记得爱因斯坦在物理学界的朋友圈有多广泛吗? 之前的节目我们已经聊聊过了,比如说居里夫人, 爱因斯坦与他保持了二十多年的友情,爱因斯坦还不出名时, 是居里夫人联合法国数学家庞加莱为他写了一封推荐信, 使得爱因斯坦被苏黎市联邦工业大学拼任。 再例如说,朗之万,由于看了爱因斯坦论文而与其相识, 在当时能够看懂相对论的人寥寥无几, 而朗之万作为其中的一分子, 未传播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花费了大量的精力。 再比如说,爱因斯坦和伯恩, 两人在波林大学时几乎每天都会见面。 1919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被天文观测成功验证, 德国国内却出现了一大批诋毁相对论的人, 这些诋毁甚至上升到了攻击爱因斯坦人身, 这个时候伯恩果断站到了爱因斯坦身边, 他在法兰克福报上发表文章, 回对了那些诋毁相对论的人。 看到这儿,你是否会有一个疑问? 居里夫人帮着写推荐信, 郎之万帮忙传播相对论, 伯恩帮忙回对反对者, 为啥爱因斯坦到哪儿都这么受欢迎呢? 诚然,他们看到了爱因斯坦学术成果的价值是一方面, 但这些学者们能够在爱因斯坦积极无名, 甚至遭受骂名时仍然愿意出手相助, 我想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爱因斯坦温和的待人态度。 爱因斯坦在柏林任教室认识了一个名叫英菲尔德的学生, 他由于犹太人的身份而遭到了歧视, 大部分的学校都不愿收留他, 所以他有很大的概率将不能再继续读书了。 为了能够继续学业, 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到了爱因斯坦, 将自己的故事以及想继续求学的愿望告诉了他。 爱因斯坦听说此时候非常爽快地就为他写了一封推荐信, 并且鼓励他日后好好念书。 有着爱因斯坦这个大权威的推荐信, 哪个学校还敢歧视他呀? 英菲尔德对爱因斯坦非常感激, 临走前他想向爱因斯坦索要一张签名照, 爱因斯坦答应了, 但却提了一个领英菲尔德震惊的条件, 我也要一张你的签名照当作留念, 这样我们两个人之间才是平等的。 一个正在遭受歧视的普通学生, 虽然被爱因斯坦告知我们是平等的, 这对于英菲尔德而言是何等的鼓励呀? 英菲尔德就这样成了爱因斯坦的铁杆粉丝以及朋友, 告别爱因斯坦后的他拿着推荐信进入了柏林的一所学校, 从此发奋学习, 之后竟也成为了一名理论物理学家。 爱因斯坦交友从来不会考虑对方地位, 甚至不会在意年龄的差距, 就算是年龄相差悬殊, 也不妨爱因斯坦和他玩了一块去。 1934年, 年仅11岁的加纳德被父母带去参加了一次爱因斯坦的茶话会, 按理说, 爱因斯坦作为这次茶话会的主办, 身边与他闲聊的人应该都是那些有面子有脸的大人物, 但爱因斯坦却和角落里孤僻的加纳德聊上话了, 两人聊了很多, 期间爱因斯坦还教会了加纳德下棋, 这件事给加纳德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之后加纳德也还一直保持着与爱因斯坦的友谊。 这样一个平等对待他人, 无论什么群体都愿意与之搞好关系的大学者, 敢问谁会不喜欢呢? 如果你的身边有一个这样的人, 我想你也会迫不及待地与他成为朋友吧。 说了这么多, 接着我要问一个重要的问题, 爱因斯坦最大的爱好是什么呢? 音乐、哲学, 我想这些都不是标准答案, 这个问题答案甚至不是物理。 接下来咱们一起来找寻一下这位世纪伟人一生最大的爱好吧。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 德国入侵了比利时和法国, 在德国高层一些主战分子的蛊惑下, 93位学者竟联名发表了一篇《文明宣言》, 称德皇威廉是世界和平的卫士, 认为种族优劣之分是对的, 为德国的侵略行为辩护, 可以说确实是加了书名号的《文明宣言》了。 人们邀请爱因斯坦也在这上面签字, 但爱因斯坦断然拒绝了。 此后不久, 爱因斯坦这个名字居然出现在了 仅四个人敢于签字的《高欧洲人民书》上。 这份文件会以欧洲科学家认清自己的社会责任, 要团结起来反对侵略行为, 维护世界的和平。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 亲属一份这样的文件是要冒着极大的风险的。 爱因斯坦这么做, 不仅要顶着社会舆论的压力, 更是要时刻担心被枪杀的风险, 可是他还是毅然决然地这样做了。 一战的硝烟散去之后, 爱因斯坦发表了反对一切战争的理由, 为和平而牺牲等反战文件, 还与罗苏共同发表了全世界裁军宣言, 表明自己反对战争的立场。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 又过了不到二十年, 人类就要把之前那场世界大战的名字, 前面加上第一次。 战争的号角再次在欧洲吹响时, 爱因斯坦以六百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自己狭义相对论的手稿, 用于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斗争。 此时已经年过半百他, 因为犹太人的身份, 再次遭到了当时纳粹的不公正对待。 战火如火如荼的进行时, 爱因斯坦四周宣扬要对法西斯势力积极抵抗, 他数次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不要坐视欧洲的战争不管, 可惜直到偷协珍珠港事件发生后, 美国才将爱因斯坦的提议变成现实。 从来没有一场美好的战争, 也没有一场糟糕的和平。 这句话是爱因斯坦一生的信条, 非常遗憾的是, 爱因斯坦一生只拿到过诺贝尔物理学奖, 我想他完全值得上接过一次诺贝尔和平奖的奖章。 我这一生一半的经历用在了科学, 一半用在了政治。 这位老者在晚年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政治这个词语或许并不贴切, 毕竟爱因斯坦可是直接拒绝过以色列总统之位的, 或许把这个词转移为同胞与和平更为合适。 对于和平这个主题, 爱因斯坦对其投入的经历并不亚于科学。 1955年4月11日, 爱因斯坦在罗素起草的《和平宣言》上签了字, 这份文件呼吁各国政府团结起来, 以用和平的方法去面对一切问题。 这份文件当中还有波恩的签字, 而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叫做英菲尔德的名字, 这一次他与自己的老朋友共同完成了一张签名照。 此时的英菲尔德、波恩与罗素怎么也不会料到, 他们的老朋友已经走到了生命的最后时日, 这段时间,爱因斯坦一直都在顶着病区, 来继续他统一常论的工作。 4月18日凌晨, 这位中期医生都在追求光明的探索者, 由于动脉瘤的破裂, 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 人类失去了最伟大的儿子, 他的一生比牛顿还要伟大, 世界失去了最伟大的科学家。 一时间,世界各地的艳电分来踏之, 这些艳电有些来自政界, 有些来自学术界, 还有更多来自于寻常百姓的加厉, 人民将会永远怀念他, 这不仅是因为他为人类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宇宙途径, 同时也是因为他为人类的和平与文明的进步, 奉献了自己毕生的心血。